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天的开始 声愿神的话语 能够练进我们的灵魂 因为神的话语 好像这个纯净的言语 好像银子 在尼路里练过七次 就胜过千万的金银 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 九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瞎子跟着他 喊叫说 大魏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 瞎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怯怯的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 传遍了那地方 他们出去的时候 有人将鬼所付的一个哑巴 带到耶稣跟前来 鬼被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说 在以色列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塞人却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们来读27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虾子跟着他 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这两个虾子虽然是残障的 生活不变 但是他们在信仰的属灵的敏锐上 远远胜过那些 这一个 没有残障的 甚至远远胜过他们的残障 跟缺陷 大卫的子孙 这个词 在马太福一共出现了十次 都是用来表达 米赛亚 那么这两个虾子 他们眼睛看不见 可是他们心里的眼睛 却很准确的 认出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并且用行动 来表达他们 真实的信心 其实要认出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旧约从来没有提到 有谁的这个瞎眼 被医治 被医治 被医好过 但是信心的眼睛 把他们 从这个重能当中分别出来 以至这两个瞎子 能够勇敢的来求耶稣 医治他们的眼睛 但恳求怜悯 只是第一步 每个人都必须踏出信心的脚步 因为人非有信 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二十八节 耶稣进了房子 瞎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信 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 我们信 我们不清楚 为什么耶稣没有在路上 就医治他们的眼睛 却继续的走 一直走到这个房子里 但是令人赞叹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没有人帮助之下 这两个瞎子 自立自强 彼此倚靠 甚至善用他们的耳朵 他们的双脚 他们的双手 一致坚定的 一路跟随耶稣 来到这个屋子 最后呢 来到了耶稣的跟前 我们看见这两个瞎子 不但有属灵的洞察力 而且更踏出了信心的脚步 迈开他们的步伐 一路的跟到屋子里 虽然他们是眼瞎看不见的 可是这不代表他们丝毫没有办法 他们并没有停在路上 他们乃是用行动来克服他们自己的无助 那个绝望的感觉 终于 终于 这两个瞎子的洞察力 和他们的努力 有了回应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瞎子回答说 主啊 我们信 耶稣这样问 有好多的目的的 不但是为了表达 他对他们的关心 跟他们说话 甚至呢 要增加他们的信心 最宝贵的是这两个瞎子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耶稣行过什么神迹 就能够勇敢的说出 主啊 我们信 这是多么有利的信仰告白 所以接着29节 这里说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哇 他们很快的 就得到了医治 他们得了恩典 眼睛 立刻恢复视力 能够看见了 弟兄姊妹 信息是来自属灵的洞察力 不是因为来自我们眼睛的视力 我们眼睛也许要戴眼镜 我们也许渐渐的老花 但是真正的信心 能够战胜眼香 真正的信心 能够战胜我们衰老的身体 跟身体的残障 让我们不要因为看不见 或者因为别人的反对 就妨害了我们的信心 对那些没有把握 没有确据 没有盼望的人来说 他们只能够凭眼见才信 但是对有信心的人来说 神是他们的指引 神是他们的供应 神是他们的忍意 有信心的必能看见 弟兄姊妹 神已经应许我们 他总不撇下我们 他也不会丢弃我们 是因为你我的信心 能够砸根在 神话语的应许上面 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 信心创始沉重的耶稣基督 凭着信心 能够勇往直前 那我们继续来读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都是以会堂为中心的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教导百姓天国的道理 让他们不仅可以得着生命 但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不是只有走进会堂 耶稣也走进人群当中 耶稣去接触不同职业的人群 他走到基层的人群当中 去接触那些被遗弃的族群 妓女 麻风病人 税吏 乞丐 他也走进了中上阶层的人群当中 跟那些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对谈 他们接受他们的邀请 去到他们家里吃饭 耶稣的足迹走遍了以色列 他深入民间 他知道民间的疾苦 耶稣每到一个地方 他不但教训人 传讲天国的福音 也邀请人悔改 信靠他 并且医治各样的疾病 释放许多受捆绑的人 他传福音 医治 服事 许多的人 36节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有许多的人是没有人牧养的 他们的人生彷徨 没有出路 耶稣的心中充满了怜悯 怜悯 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耶稣对这些人的困苦 他们的需要能够感同身受 他能够关心他们 耶稣兄弟说 爱的相反就是忍漠 忍漠才是爱的相反 也许我们每个人成长背景不同 但是呢 穷苦的背景出生的 比较能够了解穷人的想法 有思过学的人 就是能够比较 能够去体谅那些没有学位 的人的感受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 有钱的人 有学问的人 好像会去伤害那些贫穷的 没有学问的人 其实他们不是故意的 其实是因为他们 彼此的想法不同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 看不见人的需要 我们怎么办呢 我想很重要的 我们应该向主来祷告 求主来怜悯 让我们有怜悯的心 能够看见人的需要 正如37节38节 这里耶稣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要门徒祷告 庄稼的主 耶稣教导门徒 当你看到广大合场的机会 要向主祷告 求主示下怜悯的心 求主示下收割的工人 当我们在迫切祷告当中 庄稼的主就会 发动收割的浪潮 庄稼的主就会 亲自拆派工人 示下怜悯的心 去收拾那些 灵魂的庄稼 所以当我们在真实的 环境当中 领受负担的时候 求主示下这个工人的祷告 我们就会很迫切的 很迫切的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照着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成就的主 你是我们的大牧人 谢谢你满有怜悯 把我们从困苦流离当中 拯救出来 主啊我要宣告这新的一年 是丰收的一年 这新的一年 是要充满神里丰富的 慈爱与恩典的一年 这时候我恳求主 示下你那怜悯的心 让我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让我能够像你那样的热爱灵魂 能够愿意被你来拆遣 做庄稼的工人 去收拾住你的庄稼 主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 你也有能力来帮助我 让我能够用信心的眼睛 看见你大人的座位 现在我求你怜悯我 让我懂得怎样去关心 周围那些世上的灵魂 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大木人 你乐意关心每一个困苦的羊 你愿意为他们解决一切的困难 谢谢主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